走了走了 早上我们两个直接退房 拿着行李 准备搭车去那边那个修道院转一圈 这个地方住起来不太好 价格太贵了 120块钱人民币 不含早餐 然后呢 冷得要死 他晚上 白天他不看暖气 晚上的时候 9点多才来暖气 5点多天黑 9点钟才来暖气 没把我俩冻死 真的是 因为就我俩住 所以说没人管我俩 哎呀,真的是 我们两个一看还要走吧 我叫了一个车 到了吗 哇,这么快 这个软件还是挺好的 上车了 Hello 900德拉姆 给现金就好了 上车上车 哇,好冷啊 我昨天晚上真的是被冻的都不行 还好我有水袋 你可以拍下这个车 这个车是奔驰的出租的 对啊 你看这车都是奔驰 他们这满大街奔驰 真的 你看这是接单师傅 现在送我们两个去这个几公里以外的修道院 师傅还抽的是小戏耶 smoking 哦,现在太阳出来的好一点 那个酒店太坑了 真的 我这纵层江湖也是 也是不容易啊 终于还是被摆了一刀 昨天晚上冷的都不行了 我一摩暖气片 我说怎么冰凉 都天黑了 我去问他要暖气 他说9点才来 才给开那个暖气 他自己 他家自个儿 倒是有 赛藩湖呢很美丽 但是还是夏天来比较好一点吧 冬天真的太冷了 没什么游客 一点都不热闹 我们现在就是去把那个寺庙看一下 一个修道院 看这我坐的奔驰 抄我车的也是个奔驰 真的 会有一种错觉 我也能买得起奔驰 到了到了 给这个司机五星好评 这司机真的人好好呀 直接把我们送到这了 挺好的 你往下走 没有,先去看一下湖边嘛 哇,好漂亮啊 我要扛到我的碎袋 到湖边 去溜达一圈 哥,你等一下反正要下来的 啊 你放一下不醉了 你等一下 现在就往上走吧 啊 好吧 拜拜 他们这儿的小狗很多 大狗 呵呵 在我心目中都是小狗 呵呵 等一下一下下来的 对 门票 门票要吗 好像是不用门票 真的不用门票吗 真的不用门票吗 那就跟捡到钱一样的感觉了 没人管我俩 我俩就闷头上了啊 对 那就应该不要门票了 哈哈 在这些西方有宗教的国家里面 他们的宗教设施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需要收门票的 好漂亮啊 哇 我已经爬到半山腰了 哇 塞凡湖啊 真的不错 叫做高加索的眼泪 证明什么知道吧 这叫高加索爱哭啊 哈哈哈哈 哎呀继续往上走 塞凡湖的意思就是黑色寺庙 就是以这个黑色修道院而命名的 这个修道院是四世纪修建的 这是个什么1872-1946 这里游客基本没有 哦 就用这种石头修的吗 海拔有点高啊 我还背着包 诶 有美女啊 哇 好漂亮 好美啊 塞凡湖 啊 这个就是 主体建筑了 不知道开门了没有 我先过去看一下 哎呀 锁了 就拿这种石头修的 四十几啊 距今现在那就是 一千六了 我的天哪一千六啊 这个 朝代都跟跌了多少次了 就这两个吧应该是 你说也好厉害啊 一千六百年前 拿石头擂一个 这么多年了 还没踏 还没踏 这古代老祖宗这些人 手艺可以啊 但是都上锁了 他这个能转吗 不能转 我还以为能转着玩呢 看来我是想多了 好了 我们到正面来看一下 哪是正面呢 这个角度真太棒了真的 这能进吗 诶可以进可以进 好了折腾半天 咱才找到门路 哇 居然可以进 首先看一下外边 这些都是古董吧 还有一些 很古老的石刻 哇你说我推开这扇门 是不是这扇门 有一千多年历史 先看一下这扇门 这扇门都好漂亮 不知道让不让拍摄 看一下 hello video ok 他让我进来呢 就是应该没问题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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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哇,在里头就不要说话了 欣赏一下就好了 毕竟的话 咱也不懂 我们看一下 最好的位置 真的,哇,这个位置太棒了 把我的包包放这 哎呀 坐在这 欣赏一下湖景 重点是免费 不要钱 赛凡湖啊,真的好美啊 好漂亮 水域面积特别大 因为朝那边一眼望不到头 哇,因为那边有太阳 所以说朝那边看多了 然后眼睛都 眼睛都被晃瞎了 我们想的是 找一个很好的角度拍上几张照片 看有的时候攻略上 应该在这拍的吧 我感觉是这 看有的 有的人拍的照片应该是在这拍的 山上某个角度 他朝下走 我朝上走 我们找个角度 拍上几张好看的照片 来,我觉得这个角度挺好的 我先拍个照 经过我的研究啊 这里拍摄最好了 就这个石头上 我就站在这 然后呢 这个角度 咔嚓了几张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照了几张 像 很好啊,是吧 可以看得出来呢 那这里还是以前有一些房子的 只不过就说 1600年了嘛 塌了 哇 走到这边来看一下 好棒啊 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小岛上 一个小半岛 我那天还雄心壮志的 想着走路上雪山呢 结果我一看 算了 太冷了 何必给自己走最受 确实漂亮 你想一下 在这个 这个海拔高度上 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寺庙 还有雪山 我们呢 下来了 打算 打算找个地方 喝点饮料 或者是看一下湖边 它这边呢 有些就是卖一些小商品啊 这商品呢 基本上是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 因为它们应该是 大部分产自于中国 这个是什么矿物啊 看不懂啊 玻璃一样的 这里还有酒店呢 我在这儿住一晚上得多少钱 估计很贵 到湖边去转一转 这里的水很清啊 远处就是雪山了 远处呢 它这里还可以坐船 就是有那种包船有的 它估计是天价 我可玩不起 水呢 是真的清 因为没污染嘛 走一搜 很轻啊 很轻啊 呜 好棒啊 你看都到这儿了 应该水深有个两米了吧 还是这么轻 可以看到底下 塞凡湖 大家有机会的话到这儿来旅行 可以的 挺好的 那个修道院就在那儿 走我们去找个地方喝茶吧 我跟我们小张哥呢 找了个地方喝会儿咖啡 还是那个苦咖啡 黑咖啡 他们这儿咖啡真的是非常苦啊 必须要加糖 真的 凡塞湖真的很不错 就是冬天来太冷了 我刚才手都冻红了 我现在再暖一暖 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你们点个关注 鞋地一个人骑车 从北京出发到法国巴黎 现在是在亚美尼亚度假 就是我的身体 不是因为这从北京出发 骑车到了这个德黑兰吗 多少还是有点损伤 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康复期 就到亚美尼亚来旅行了 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骑行纪录片 骑车去巴黎 就这样子了 拜拜 拜拜 油焦